另外来看偷诚中轮社区为了参加7月23号由卫生局所举办的老人健康趣味竞赛 今天特别号召的居民来进行预演 而社区准备的内容就是重现早期农村收割水稻的情形 不但有传统的农具还展现了环保成果 身具教育传承的重要意义 从农民用镰刀收割到用古早的甩桶来收集稻谷 甚至在收成时还有送点心给辛苦的农民 这就是中轮社区为了重现传统农村的生活点点滴滴 在这边做,在这边吃点滴滴的点心都要来吃 要做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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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做点心,要做点心,要睡眠 要做点心,要做点心 我们都要做点心 我们都要做点心 大家再重新來體驗 不敢講什麼 啊 敢 不然來玩了什麼樣子 沒有啦 謝謝 謝謝 藝術很難哭喔 造船很難哭 現在這樣很好玩 就是要呈現我們的在地文化 春耕就是開始跟秋疏 一系列 後來 藝術的驚孫都可以了解 主地的人的艱苦就是在哪裡來的 反正的活動就是要讓 藝術的驚孫的我們主地傳統的 為什麼一直走過來一直走過來 另外社區還打造了一隻水牛來梨田 還有跳馬鎮跟大騎鎮環保飛機等等 來展現社區成果 透過今天的事先練習 準備參加23號的衛生局老人區位比賽 也藉此讓下一代看到仙人的辛苦 今天是來想示範比賽 一個表演這樣 對啊 啊 就... 陳野獎 石塘 激吉塘 哦 無籬牙 寶貝 飛鳞去 大個 那樣子他叫小小子 原來他們驚人 學歷一下 這社區準備在23號 設立我們的衛生署 做基礎的活動 老人的健康走出來 吃了一個競賽 所以他們現在先熱身 他们真有希望可以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冠军 所以他们自在就是要为投赦来成立公鞋 在社区的全体动员下 不但重现许多文化传承 也看见社区的向心力跟浓厚的感情 宜兰秀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